我说的蠢人是什么人 就是完全在装聪明 觉得他那些小聪明 别人看不到 我能骗你一下 我能糊弄你一下 其实我对方看得清清楚楚 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蠢人 而不是说我真的就是笨 真的就是笨 有的时候你根本就避无可避 他是人生当中真的是一个课题 真的 怎么解这个课题 你碰到这样的猪队友 你想避开是吗 行 你避开 会有避开之后 你要承担的责任 你若不避开 就像你碰上了 你也要负担 之后为他开车两个月 就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事情 我认为是猪队友 行我走了 我不干了 我不干主持人了 我去当演员了 非常低的片酬 从头开始 劳动妇女撅而屁股 吭吱吱吱就开始干活了 这个也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而今时今夜 你看我在演戏的时候 我不会碰到猪队友吗 不可能 对那最容易碰到 对那我来看了 我来看了